中共台年度十大新聞第三名 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遭到逮捕 被外媒稱為維穩沙皇 遭到中國民間譏諷為江系大老虎 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是三年來 中共政壇海嘯當中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 這個月他被公布的六宗罪名 被外界認為可能被判死刑 而當局清剿周永康人馬的範圍 包括了地方政府 國企 軍警 醫療 傳媒 甚至連台灣媒體人都被捲入 我們帶您透視周永康事件的始末 也看到下一波青椒走向 中共政壇變動再次引發外媒議論 聚焦周永康被以貪腐 洩密六宗罪 開除黨籍 逮捕調查 73歲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不只恐打破中共行不上常委的潛規則 還被傳可能因為叛徒而被判死刑 儘管周永康已經一年多沒公開露面 但從2012年以來 他與周邊人士遭輕腳的走向 都是外界議論指標 周永康被捕那是肯定的 政法委權力被擴大 2012年 維穩經費增加到7000多億人民幣 遠超股經費 而中國社會卻更加不穩 群體性事件抗爭達到高峰 每年近20萬起 十多年前 周永康擔任四川審委書記時 他就因為配合江澤民操作整體國家機器 迫害法輪功 在美國被控告酷刑罪 反人類罪 其後也在加拿大 瑞典 法國相繼被控告 周永康與江澤民派系 利用國家機器犯下喪心病狂的火摘器官罪行 而他還被傳出 與已經落馬的前崇津市委書記薄熙來 前朝傅君頭徐才厚共謀政變 企圖拔除習近平 然而盤點一年多來 周永康人馬遭習清剿範圍 從地方政府 國企 軍警 政法系統 醫療 媒體 成百上千的黨內人士 被以掃貪名義調查 而在央視女主播案 充斥的是腐敗不堪的 與周永康有關的情色醜聞 台灣媒體人徐家森 柴志平 甚至都因為被指與央視案有關 而遭中共限制出境 不准離開中國 我不認識任何 央視的任何一個人 那我也不過就是通過有人 然後協助 然後我們賣了一些戲 央視的最近一連串的所謂的貪腐的案件 其實有很強烈的政治鬥爭 派系鬥爭的成分在裡面 那牽連到的人越來越多 跟這樣的國家往來呢 其實我們那個藝文界的朋友 應該要更加小心 中共政治海嘯 台灣不可不知 就在周永康被批捕當天 大陸門戶網站網易發表文章 揭秘各國如何審判卸任領導 外界預測 下一步就是劍指曾慶紅江澤民 2014年底老虎入籠後 可以預見的是2015年中共政壇地震 還不會停止